2014年慈濟志工到巴拉尼莎 但米尔小学 为学生家长办理健康健康活动 新学年开学之前 志工也爱家爱户 为学生测量身高腰围 让这群孩子 能够换上全套崭新的制服 之后的两年里 靖思雨和手语教学 融入孩子们的课表 应译社区大爱足迹遍布 2020年3月起 马来西亚的新冠肺炎疫情 持续紧张引起失业潮 大部分应译家庭生计中断 这间学校其实是在乡村 家长多数都是在那种低收入的那些家庭 那么我们再来咨询一下 校方方面是否我们实际 可以做到哪一块 可以在这个社区里面去来帮忙他们家庭 尊照实名制防疫流程 家长出示身份证之后 领取慈悸爱心援助卡 换算成台币大约2,100元 可以到超市购物 疫情期间一句问候 安抚了焦虑的心 物资到位 43户家庭渡难关 大约新闻老义睿 杜永耀马来西亚报道